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根笔记录生活分享喜悦 过去的两周 我和全家一起去加拿大最著名的班赴国家公园去旅行了 那么今天回来以后 我可以看到这边种植床里的西红柿 已经疯长成完全不可收拾的一种状态 无论是我盆栽的西红柿 还是种植床的各个品种的西红柿 都处于一个蜂长野蛮生长的阶段 今天的视频我就想快速的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处理修剪这些蜂长的西红柿 过去的14天 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来自于盆栽西红柿 如何保证它在强烈日照 持续高温的条件下 能够生存 而且能够健康的成长 那么重要的得归功于 这个有效的家庭的滴灌系统 那么对于家庭种植来讲 如果你要去做长途旅行 那么一个好的滴灌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您对怎么样打滴灌系统感兴趣 你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视频去看一下我过去发的一条 关于家庭种植的一个简单的滴灌系统搭建的一个完整的视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的定身型的西红柿和珠乳型的西红柿 在过去的十十天已经有了一个非常蓬勃的一个生长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滋繁叶茂 那么接下去我就讲讲这些 对于这些定身型的西红柿的一些简单的处理 对于珠乳型的西红柿 大多数情况你可以不用做任何的修剪 但需要注意的一点 因为它的密集 它很容易成为一些害从这个藏物纳垢的一个躲藏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通常的建议 随着植株的成长升高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把底部发黄枯败 或者说有一些密集的弱枝藏在下面的要去剪除掉 因为这些部分很容易成为这些害虫 像我这边比较多的夏天就是有个叫取手 Airwig的害虫 它经常会躲在利用这些密集的阴暗潮湿的西红柿的这种内部去躲藏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防止这些害虫把传染的病害带给整个植株 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把底部的不怎么见光的发黄的叶片去剪除掉 那么这样也保证里面的果实能够有一个好的通风 这样也便于它加快成熟 那么对于整个植株的其他的部分我们可以完全无视让它自然生长 那么需要注意的如果它的生长的角度如果过于偏于一方 那么您可能需要去给它做一点简单的支撑 比如说插一个小竹竿把它倾斜的那个部分绑住 因为随着果实的棚大这个方向承受的重量会越来越高 那么有可能整个西红柿由于过于倾斜在一个方向把它的主干给折断了 那么影响后续的收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盆上面起码目前目测 有100来克果已经挂过成功 还有一些新的花蕊花絮在生成 那么只要气候适合的话 整个一个盆栽的猪肉形的番茄能够带给你不少高质量的一个果实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个盆相对比较小 那么你后期我会给它追逝一些以零甲肥为主的有机肥 对于定身型的常规的这些品种的 那么初期一样我们需要的是把底部的所有的靠近地面的残肢 第一时间去剪除任何的枯黄的低质量的叶片去剪除 那么我通常一个建议 虽然对定身型的番茄来讲 它长到一定的高度以后 它就会一次性的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花絮花蕾 同时的开花结果 那么理论上越多的花絮它就会产生越多的果实给你 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 在第一果絮的下方的再生成的叶芽测枝 比如说像这里又生成了新的小的测枝和叶芽 那么这些呢就会相对 因为我们这边种植窗口比较短 根本没有机会让这些小的 在第一花絮下方又新生成的测枝叶芽再去挂过 所以我建议是第一时间 把在第一花絮下的测枝叶芽去除 同时任何内生的枝条我们可以打掉 促进整个通风的一个环境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内生的枝条打掉 那么对于上部的这些已经有花絮花蕾的 我看到这个侧芽上面有一个花絮 这上面已经有第二个 包括在顶端又有第三个挂过点的生成 每一组的这些在第一花果絮上方的这些侧芽 我都之前保留了 那么现在看起来他们都单独的生成了 不错的挂果点 而且都已经在开花结果挂果了 那么整个上方我们尽可能的去保留 越多的这些花果的点 那么我们将来就能收获更多的西红柿 那么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这些无限生长型的大番茄的 我的一个简单的修剪的处理 那么通常你要留大的果 那么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单主干的无限生长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沿着主茎 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 它是从主茎往上生长 这是它的第一花絮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已经结了大大小小一串果 那么沿着它的主茎 那么在我度假之前 我都是第一时间把这个主茎中间的这些叶芽 都是打掉的 那么过去的14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这个位置 又生成了一个分叉的叶芽 目前已经挺大了 但是我还是会把它第一时间的去剪掉 那么保留这个主干单主干的往上生长 所有主干和侧枝之间的叶芽点 第一时间去打除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花絮上方的 已经有第三个花絮花蕾点 已经开花结果了 那么我们同时看到再往上 主干上的第四个花絮花蕾点 也已经有花蕾的生成 这株呢是另外一个我比较推荐的做法 包括无限生长的樱桃番茄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双主干形式的 无限生长大番茄的一个处理 我们可以看到我第一时间底部分两次叉向上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侧枝的第一花絮位 都同时挂了比较多的果 因为我出去度假我没有去第一时间去做特别的修剪 所以呢它都挂果了 那么同样的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相对果实就会平均分配一些能量 那么果实就相对数量多 果实的大小就会小一点 但家庭种植没有关系 这就是双侧枝往上升长的一个情况 那么你需要做的是 随着这个双侧枝往上升长的过程当中 侧枝主干之间的任何的叶芽 这边有一些小小的 那么你都应该第一时间去除掉 像过去的12天这边 这个主干和侧枝之间 一个粗状的叶芽 我们把它剪掉 保留这个主干继续单主干 那么我们通过番茄的夹子去固定它 让它往我们希望的方向去生长 这边的另外一个侧主干的顶部 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侧芽 那么这个我可以直接用手把它掰掉就行了 那么我所希望的 这就是一个双主干的系统 所有主干和侧枝之间的新的叶芽 第一时间的去掐掉它 那么我们只保留主干 和主干上的这些花絮花蕾 那么每个侧枝现在可以看到呢 也生成了三组挂果点 那么双侧枝的一个好处 当你种植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那么你相对会多一倍的挂果的位置 那么果实的数量会多一些 那么如果你想要果实长得大 那么像我下方的这组 每一组上面 我这组上面挂了六个果 而另外一个主干的另外一边 也挂了五个果 那么如果你要想果实大一点 那么你第一时间把后续开花的那些花蕾剪除 那这样会有助于你获得相对比较大的一些果 最后我来说一下无限生长 慢生型的我前面的这些蜂长的樱桃番茄的一个简单的修剪的处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基本上都是采用双阻干 无限生长往上支撑的用番茄夹子去处理的一个植树的状态 现在是长得太疯狂太密了 那么同样的第一时间的尽可能的所有接触底部发黄 卷曲的叶片 这个时间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尽可能的剪除掉 把整个通风透气的效能提升 特别是下部的叶片因为相互的遮挡 实际上它对于光合作用的帮助比较少 那么这些叶片我们可以尽可能多的去打除 第二步所有的主干和侧枝之间的这些叶芽全部打掉 这是一个叶芽 那么我们再往上第二个叶芽 再往上一个小小的叶芽 这里又是一个长得比较大的叶芽 那么基本上 风长的这些慢生性西红柿 所有的主干和侧枝之间都会有新的叶芽点的生成 确保一根纯净的主干持续的往上生长 那么它另外一个侧主干也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个花絮的位置 沿着主干上升 这是第二个花絮的位置 那么再往上 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到两个巨大的侧芽 去把它剪掉 这里 它下方还有一个大的侧芽 剪掉 那么再往上 第三组花絮位 我们也看到 上面已经有小的叶芽 我们也可以用手把它掐掉 我们用番茄夹子 这样固定了 这个侧芽的一个 继续往上生长的一个方向